深更半夜,女主人被屋外的声响惊醒 原来是一群狐狸在敲窗户 她们演发绿光地盯着女主人 童话里的狐狸总是一副狡猾样 而现实里的狐狸恰恰相反 给人一副憨态可居的模样 今天来的这几只小狐狸 其实是跟女主人约定好了 每天晚上都会来家里报到 一只只整齐地排好队 听到叫自己名字时 才会上前领取食物 此时远处又跑来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 都说白狐是美女幻化而成的 她居然真的在一旁矜持起来 直到女主人叫了她很多遍后 才跳上窗户将食物叼走 其实这些狐狸都被女主人救助过 为了保护自己的救命恩人 她们一直都守护在女主人家附近 这只黄色的狐狸最初是 女主人的五岁女儿发现的 当时女儿一直指着 礼拜外的一处角落里 说听到有动物的叫声 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探明其中的真相 女主人走过去一看 发现一只小狐狸被困在角落里 无法动弹 她担心周围有狐狸妈妈 因此没有立即将小狐狸救助 过了好几个小时 女主人一直都没看见狐狸妈妈 她担心再继续拖下去 小狐狸会有生命危险 不打算继续等狐狸妈妈了 先保住小狐狸的生命 才是最重要的 小狐狸刚被救出来的时候 还比较虚弱 女主人用一张毛毯 将她包裹了起来 或许是感受到了温暖 她很快就睡着了 之后几天 女主人一直给小狐狸喂奶 她慢慢地恢复了体力 也开始尝试走路 虽然一开始走路歪歪扭扭的 但是跟着家里的猫猫学走路 很快就掌握了技巧 女主人将小狐狸照顾得很好 她长得很快 当女主人打算 将小狐狸交给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时 狐狸妈妈却跑来要她的孩子了 有一天 小狐狸在院子里玩耍时 狐狸妈妈突然出现在树林中 她坐在树林里 一直看着自己的孩子 似乎是来确认 孩子是否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 女主人无意中 发现了树丛中的狐狸妈妈 她知道自己应该将小狐狸 归还给狐狸妈妈了 于是打开了院子的大门 将小狐狸放生 等了好久 狐狸妈妈终于出现在院子里 她很警惕 每走一步路都很谨慎 生怕会惊扰到房子里的人 狐狸妈妈四处打探 确认没有人以后 她才开始调起小狐狸 立即离开了院子 而他们与小狐狸的缘分 却并没有结束 过了差不多半年 小狐狸竟然回来了 看到女主人就躺下 像小时候一样 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求女主人的抚摸 甚至还发出了笑声 这模样憨憨的 真是打破了我们对狐狸的认知 刚回来的小狐狸 得到了全家人的欢迎和宠爱 惹得家里的猫咪 对小狐狸意见很大 小狐狸吓得 将头埋进了雪洞中 可是猫咪却不依不饶地 跟了过去 看到女主人走过来 小狐狸立马躺在地上 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向她打小报告 自己被猫咪欺负了 真的是个十足的小细精 再后来 也许是狐狸家族 听说了小狐狸的事迹 越来越多的小狐狸 来求助女主人一家 女主人一家也很开心地 接纳了这些野生小动物 在他们跑来求助的时候 都会帮忙治疗 或者给予食物 女主人给小狐狸们 都取了名字 每天下午 女主人都会带他们玩游戏 这只黑色的狐狸 看起来憨憨的 就像金毛一样温顺 白狐作为漂亮优雅的小女生 自然不敢玩滑梯 这种危险的游戏 但在女主人一遍遍地鼓励下 白狐终于打破自己的心理防线 勇敢地滑了下来 有这样一群性格各异的小狐狸陪伴 她们互相治愈 女主人一家的生活 每天都很开心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